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帶來看世界! 今天帶來四個與外星人有關的話題。 一位美國漁民在加州釣魚時拍到令人驚訝多個UFO雲。 有網友認為這只是天氣現象, 但也有網友認為這是UFO留下的痕跡。 據《鏡報》2號報導, 一位漁民1號在美國佛羅里大州基維斯特釣魚時, 發現天空中的雲層出現很多完美的原液空洞, 就好像盤旋在海面上的飛碟。 漁夫問:「以前有人見過這樣的雲嗎? 我們在基維斯特附近釣魚?」 當地人克里斯說:「我看過足夠很多外星人入侵電影, 確切知道這些是什麼。 著名的UFO獵人斯科特-旭林在評論這段影片當時, 在提到MUFO-N不明飛行物調查檔案中, 2006年奧克爾機場事件的目擊者曾在機場看到不明飛行物體盤旋, 然後快速向上射穿雲層, 然後雲層就出現一個圓盤撞的洞。 時間長達15分鐘。 所以他們認為是不明飛行物在雲層上打洞。 而在兩個月前, 另一名住在加州男子克洛維斯的傑森比爾德也拍到奇特的不明飛行物體, 他也把影片分享在自己的IG上。 當地媒體發現他的影片之後, 傑森才開始說他的目擊事件。 他告訴國家台資:「剛剛我就抬頭望天空, 我從來沒有真正看過天空, 我看到這個東西飄浮著, 它走得很快,它在旋轉, 它下面就好像一個波, 而這個東西只是快速滑行。 另外,有一位自稱不明飛行物專家的網友, 他用增強工具證明給爾德在膠片上捕捉到的不明飛行物體。 如果你看到影片, 他顯示飛船下方的有一個大能量球, 他顯示了飛船的中間, 只有這個巨大的紫色能量。 他說他看起來很古老, 感覺不是人造飛行器。 他繼續說:「所以我們看到紫色就在那裡, 這就是圍繞物體的能量, 物體實際上在紫色內部。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些, 在所有紫色黑暗能量團的中間, 有一個白色的圓形物體。」 他提到:「雖然自己不是物理學家, 但可能是反重力能量。 這些物體必須以某種方式飛行, 這樣他們才能釋放出這種能量。」 一名女子聲稱說在一個三角形不明飛行物在屋頂上空盆船後, 她的弟弟在臥室被一個黑色外星人追逐。 據《每日聲報》2月1日報導, 一名叫阿什利·貝克表示, 由於繼父的軍旅生涯, 她的家經常搬家, 但在他們搬到北卡拿來納州里奇蘭茲的一間屋後, 出現令人無骨悚然的遭遇, 因為好幾次她見到一個陰暗黑色身影站在她臥室。 阿什利解釋說, 我幾乎每隔一晚就見到她, 有時我以為她只是在我腦海裡, 有時我以為她是真實的。 但是,當其他人也開始目睹同樣的現象時, 阿什利就確認這不是自己夢中的惡魔。 阿什利分享了其中一個晚上的遭遇, 當時她的儀式換伴, 林賽晚上來到她家裡游泳, 接著兩個人見到幾個奇怪的光球在她家後院一棵樹附近盆雪。 當時阿什利走入屋, 告訴她媽媽,屋外面有外星人。 一開始, 阿什利的媽媽認為她反應過度, 但由於賽林看起來也感到震驚, 臉色慘白, 所以她媽媽決定調查一下。 之後,阿什利的媽媽拿起窗出門, 她們見到一盞紅燈沿著主幹道飛行, 高度大概來地面有一樓半, 時速大約是一小時六十英里。 阿什利的媽媽要她進去拿相機, 但她們發現很難在黑暗中聚焦拍到這個快速移動的物體。 阿什利解釋說, 我試圖指向天空,還拍了照片, 但她是黑色的。 之後她們看著天空中移動的亮光, 決定回到屋。 這個時候她離開, 阿什利她們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但沒有噪音,沒有風,只是沉默, 只能聽到屋裡的狗肥聲和她們的尖叫聲。 最終,明亮的光線距離她們很近, 近到令阿什利感覺幾乎可以觸摸她。 阿什利說, 她比我間屋闊,但比飛機更小。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晚上天空是黑色, 但這個不明飛行物更黑。 阿什利還說, 你所見到的只是不明飛行物底部中間的大白光, 每個尖端都有一盞白燈, 然後幾乎像響道一樣閃著紅色、 藍色、綠色的燈光。 盤旋在屋的上空。 阿什利的媽媽, 將她們拉進屋。 我們將自己鎖在主卧室裡。 我四歲的弟弟在房間另一邊睡覺。 我們嚇壞了。 我們看著窗外。 我媽媽的房間可以看到車道。 你可以看到不明飛行物的影子。 三人就這樣驚恐地看著這個無法解釋的物體在屋上空盤旋。 最終,大約15分鐘後, 阿什利的兒時換伴蔡林認為房搖晃了一下, 而不明飛行物就消失了。 但突然間,阿什利聽到她弟弟的聲音。 阿什利回憶說, 你可以聽到弟弟走去我媽媽的屋室。 尖叫著,我的房間有一個黑影。 她在這裡跟我說。 於是我媽媽抓住我弟弟。 砰一聲,關門, 他們躲進屋。 這並不是, 阿什利最後一次遇到外星人。 阿什利說一旦他們搬回家, 神秘事件就停止了。 因此,阿什利懷疑在建這棟屋前, 那裡可能埋藏著一些對外星人很重要的東西。 好,下面我們再來另一個跟外星人有關的報導。 墨西哥國會在2023年9月12日舉辦一場不明異常現象聽證會。 甚至有專家在聽證會上展示了兩尊聲稱是外星人遺體。 更說這些遺體並非地球上任何物種, 而是一千年前就存在在地球上。 據英國《都市報》報導,分明飛行物體專家兼記者莫桑出示這兩尊小小又古怪的外星人為體, 擁有細長的頭部, 每隻手有三隻指頭, 甚至照X光還發現體內有神秘的卵。 莫桑指出他們在2017年的秘魯富斯科被發現,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透過探測年過度分析大約有一千年的歷史。 莫桑還說,專家檢測中也發現這些神秘生物體內有30%DNA是未知的, 而且它們不是在不明飛行物墜毀後被發現, 而是在直燥礦中形成的化石中被發現。 莫桑強調,這些外星人屍體證明, 人類在宇宙中並不孤單, 而且我們必須接受這些事實。 好,最後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報導。 英國一名空姐沒多久之前在當值時拍到飛機外面, 空中有一個閃亮著粉紅色光的不明物體。 這個奇特景象,令她相信捕捉到不明飛行物體UFO。 據西南新聞社報導, 這名名叫塔納塞的36歲空姐來自北安普頓郡的城鎮科爾比, 目前任職在匈牙利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威茲航空公司。 塔納塞在上星期當值時在由英國盧頓飛去波蘭的班機上目睹驚人的景象, 趕緊拿出手機對著窗外面拍攝。 塔納塞起初在她拍的畫面時並沒有察覺異樣, 但在20分鐘後重新檢視這段畫面時, 她看到她從未見過的UFO。 她形容說,她的形狀很奇特, 好像會閃亮粉紅色光的圓形。 塔納塞說,我做空姐已有一年的時間, 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 塔納塞表示,她詢問飛行員有沒有看到UFO, 但他們都覺得困惑, 因為他們在飛行時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也沒有遇到亂流。 塔納塞說,我們一開始以為那些可能是我們的粉紅色制服所反射的, 但你的畫面中可以看到它在動, 你可以看到它在飛行。 即使這段畫面令塔納塞感到疑惑, 但她就不覺得害怕。 她說,她以前一直想知道外星人是不是存在, 但現在確實外星人真的存在。 塔納塞提到,她之前曾在網上看到相關圖片, 認為那些可能是修改過的, 但現在親自拍到這些畫面, 她覺得很高興。 塔納塞說,我現在肯定比之前更相信, 我的家人和朋友認為, 這個肯定是外星人。 我先生說,你是我的太太,我相信你。 塔納塞在任職威之航空公司期間, 渡過歐洲各地, 但在今次UFO目擊事件之前, 從未見過任何UFO。 和大家談完這四個外星人事件, 我們再來看看來自未來人對外星人的預言。 一名自稱真正掌握時空穿梭能力的, 在網上著名的阿拉利克未來人。 他在2023年3月時發表預言說, 地球在3,000年後, 也即23、23年面臨重大浩劫行臨毀滅, 但會有8,000名幸運兒將成為天選之人逃過一劫。 阿拉利克說, 冠軍族外星人已在美東時間3月23日晚上7時30分 來訪過地球, 將8,000名優秀的地球精英帶走, 帶領他們去到另一個移居的星球。 這8,000名地球精英, 包括優秀的工程師、科學家、 醫生和領袖等四類人外星人除了冠軍族外。 阿拉利克還提到另一種族的遠方族外星人正前往地球, 他們將會在2024年抵達。 他表示埃及金字塔就是遠方族實際掌握地球的 象徵。 如果阿拉利克真是未來人的話, 那麼2024年出現的外星人是否正如他所說的 是一種遠方族的外星人呢? 另據《每日聲報》報道, 保加利亞已故靈媒、 盲眼農婆、伯伯曼加在生前就曾預言了 2023年會出現的5個災難事件, 其中一個就是外星人訪問地球事件。 不過,農婆預測了, 外星人事件將會令整個世界可能會籠罩在黑暗中, 幾百萬人將會喪生。 那麼,未來人和農婆的這些關於外星人的預言, 你認為有哪些應驗了呢? 好,今天的外星人話題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